首先呢 法人签证 它的本质是 你作为一个公司的经营者 你需要来实现这个商业计划 需要做这个 和德国之间有这种经济往来的 这种生意 你对 当然了 你商业计划书里面必须要说 对德国的经济有促进作用的 能促进当地的一些就业之类的 德国是有好处的 你这个商业计划书才会通过 你才能获得这个法人签证 这个说 所以说法人签证是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 那他对这个学历啊 语言啊 就没有太多的要求 对于你做生意的这个经验 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要求 要求会更高一点 当然还是 这个商业计划书是最主要的 就是 你这个事业 你是要真的做起来 然后这是法人签证 这是法人签证的核心呢 它的本质 第二个呢 就是兰卡是什么呢 兰卡就是你 你是作为啊 一个高素质的人才 接受过高等的教育 有很强的这个专业技能 你可以在德国找到这样一份 相对高薪的这个工作 是一个作为一种高级的这个人才引进 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技术移民的 这样一个人的签证 这个是兰卡的这个 这个它的核心 就是你要有才 就是要有这种职业技能 要有这种 这种高学历的这种证明 然后还要得到这种雇主的认可 其实这个是本质的 这个是最本质的问题 其实你在成立公司的时候 你是要办法人签证 还是要办兰卡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的 只要说你这个公司 只要说你这个公司是真的过来运营 做生意的 你不是说是为了移民来到德国 你其实你为了移民来德国 只说法人 你为了移民来德国 好这么说吧 有很多人办法人签证 他也是为了移民来德国 因为他没有没办法提出这个学历 这个没有这个学历的要求的 那 但是呢 他必须要有这个流水 那个走账 就是这个经济往来 给这个政府交税呀 有这些活动啊 给自己发工作 这个支出会非常大的 我之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 就是你必须要做这样的流水 这就是一种经济活动 这是真实的经济活动 所以呢 你这个你做不了奖 即使说你做奖 你也是用真心白银来做的这个奖 所以 所以说法人签证 它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它有问题你也续不了 你后面续签啊 办永居 你办不了 办永居 拘留办不了 那如果说你用同样一个道理来思考 这个兰卡的话 实际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嗯 你这个公司也是有真实的这种流水 有真实的这种经济往来的 那你兰卡 你是作为这个公司的管理人才 高素质的人才引进 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这个新闻里面 还有说这个兰卡出问题 是出在什么呢 出在这个 出在这个公司 它只是给你发一个这个雇佣合同 因为你是作为这个 兰卡来申请这个永居拘留 实际上你作为一个公司的雇佣人员吧 他对这个公司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经营的好坏呀 这不是你一个打工者能决定的 所以呢 它的爆雷就爆在 我给你发这个工资 我这个公司可能没有什么经济活动 但是呢 我给你这个人照样的发这种高薪水的工资 然后让你担任这个职位 你本身的那个也有高等学历的证明 就给你 你就能拿到兰卡 然后你拿到兰卡去申请永久 去申请永久拘留的时候呢 也是看你这个个人 它都是从一个 因为你是一个打工 打工 高级打工仔呀 然后呢 评判的也就是你个人的一些情况 对于公司呢 不会要求太多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兰卡 那它的雷就爆在 这些公司呢 都是空壳公司 也没有做流水 就是啊 纯粹的给你发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雇佣合同啊 高管的这种雇佣合同啊 你啊 就是啊 就是很明显了 这这很明显 只要一查 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只是说之前 就是啊 嗯 就是没有去 没有仔细的去吧 这德国就是 他们做事情